六名人质在加沙遇难令人痛惜 他们的不幸遭遇令人同情 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 反对一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我们再次呼吁加大外交努力 推动所有被扣押人员 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 都尽快获释早日回家 残酷的事实充分说明 试图通过延长战争取得完全胜利 不过是一厢情愿 武力不会为解救人质创造有利条件 只会加剧仇恨和矛盾 使对抗更加激烈 局势更加动荡 以色列领导人 应该倾听人民的强烈呼声 把解救人质 拯救生命 作为最优先的目标 为实现停火 结束战争 做出最大努力 我们呼吁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拿出真诚负责的态度 为平息袈裟战火 采取切实行动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都不应该被剥夺活下去的权利 我们赞赏世卫组织等人道机构 克服困难 被加沙儿童开展脊髓灰质炎 疫苗接种 加沙的儿童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儿童一样 享有健康成长的权利 他们期盼安全的环境 充足的食物和美好的童年 不应在接种疫苗后 继续面临枪林弹雨的死亡威胁 主席 下周加沙冲突爆发 即将满11个月 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做出努力 持续发出停火指战呼声 但局势仍没有缓和降温的迹象 与此同时 除加沙之外 目前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也在持续升级 国际社会绝不能让加沙的人道惨剧 在约旦河西岸上演 中方敦促各方 特别是以色列 保持冷静 克制 履行占领方义务 停止定居点活动 停止对约旦河西岸的袭击 尊重和维护耶路撒冷 宗教圣地 历史形成的现状 这场战争已经打得太久了 停火谈判已经拖得太久了 普通民众的苦难 已经持续的太久了 一切都该结束了 我们支持案例会 为推动落实有关决议 早日平息战火 缓解人道灾难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